今天是十月五日,星期二 這分鐘是十一點都未到 今天要早一點和大家做一個午時分析 因為一會兒十一點,我要去九龍鄉隔離 出席一個上市公司的頒獎儀式 之後十一點又要出席一個中環的法局 所以時間比較短,唯有提早一點和大家做一個午時分析 股市在股額漸漸漸漸下,仍然是不斷反覆下行 而且恆指亦在創了十二月份和今年的新低 先看看指數 恆指早市先是低開四十點到一萬六千六百六點 這個亦是今早暫時的高位 之後在股盤漸漸漸漸下,直至到十點四十分左右 指數已經一度跌了二百六十一點,低見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五點 這一刻指數當然創了十二月和今年的新低 先看看十二月的市況 總之,形態暫時是先高後低,指數由一號高位 一萬七天零三十八點 去到今早暫時的低位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五點 今年的波幅在三天之內已經有六百五十三點 但一個月的高低位一般不可能同時出現在三個交易天之內 當然,六百五十三點波幅仍是小的 即是說,如果先高後低形態不變的話 恆指仍然會進一步向下穩今個月的一個新低 股市如果要擺脫不斷反覆向下穩低位的形態 是有一個條件 恆指必先要回到十二十和五十天線之上 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 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 技術上、形態上仍然是反覆逐步試低位 不過以指數現在是一萬六千四百點左右 距離十天線 即是移動線當中最低那組 大概是一萬七千二百點左右 相差都有差不多八百點 其實都有漸漸跌離了的感覺 好,今年大局當然是先高後低 是不能改變的 因為高位是一月二十七的 二萬二千七 到今早暫時的低位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五點 為甚麼呢? 今年的波幅已經輕輕擴闊到六千三百一十五點 這個勢頭仍然是持續的 很早前,應該幾個月前已經提出一個輪點了 今年的波幅相對來說是比較窄的 因為2022年去年的波幅全年是跌了一萬零四百五十三點 2021年全年的波幅是跌了八千五百一十八點 2020年全年的波幅是跌了八千零三十五點 以現在股市的形態、經濟的條件 各方面比過去這兩年都是差的 尤其是利率是高期的 所以今年的波幅相對來說真的比較窄 如果在波幅不斷地擴闊之下 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12月最低限度在月中之前 仍然是反覆是底的 不過當然知道 如果月初到月中跌得比較急的話 不排除稍後會有些粉色瓷槍 讓維穩的買本出來維持下跌墜 令到大市的跌勢稍微舒緩 但又要回頭說一句 就算有維穩的買本出來 令到大市的跌勢舒緩 甚至技術上的後抽也好 一日指數仍然反覆在十二十五十天線之下 技術上、形態上仍然處於反覆逐步時底的架高 十天線現在在一萬七千二百點左右 二十天線大概在一萬七千四百點左右 而五十天線高一點 大概在一萬七千四百五十三點左右 好了 不少分析 暫時先講到這裏 因為我講著要去尖東出席 上市公司的班長儀式 這支是很短的 三百點左右 出席 用一早角落 在一萬七千多年 就在夏天器上 不少快 再接進入 而且在一萬七百點之下 就繞出實點 一萬八百點 去了 一萬七百點 兩百分之下 是每十五百萬八百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